大家好,今天是1月5日 今天我们重点讲一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台湾四个国家 正在进行军事方面的新的行动来对付中共政权 习近平在昨天发布了中央军委一号动员令 要求解放军在冬季展开军秀 这个训练特别强调了科技强兵、科技练兵 特别注重科技 另外他也引用毛泽东的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习近平就跟历朝历代的独裁者一样 一旦国力强盛了之后,他肯定要对外进行侵略扩张 不仅是对内镇压,而且要对外侵略 现在中国的海军变成世界第一海军 中国的空军是世界第三海军 他的陆军也是非常强大 所以运有这么大庞大的军力 习近平肯定天天想着怎么样想外扩张 怎么样想外侵略 他为什么进行冬季训练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最近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台湾又有一些新的行动 习近平也看到军事方面对他的压力余日矩增 所以他不得不进行练兵 那这些压力主要是美国来挑途的 一个是美国和日本明天将要有一个新的军事会谈 另外日本在美国的四方会谈框架之下 日本和澳大利亚也明天马上有一个最重要的 首次一个日本和澳洲的军事协议将会诞生 另外台湾最近几天又发生了很多军事方面的一些大事情 这些事情连起来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 正在毛拳擦掌 正在向中共整个代单向中共亮剑 首先我们看到明天 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二加爱的会谈要召开 就是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的会议要召开 我们重点看的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和日本的防务长官 他们之间要进行对话 这个对话的核心就是美日要强化合作 然后批准美日的联合作战方案 这个作战方案特别强调美日要组建一个联合司令部 然后这个司令部就是来针对中国政权 这个作战方案特别强调要在日本的琉球群岛 靠近台湾的西南每个岛上要派驻美国的军队 现在日本的军队已经驻扎了 那美日之间的各种的军事合纵 作战的演习将会频频的展开 这个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日本的自卫队实际上也非常的强悍 现在再加上美国跟日本现在更加牢牢的合作在一块 那么中共肯定会心生恐惧 尤其在靠近台湾的这些琉球群岛上 把这个兵力给布置之后 中共想突破第一岛链 想从龚谷海峡突出去包围台湾 它这个计划就会失败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就是 澳大利亚和日本将要在明天签署一个军事协议 明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斯 要展开视频的会议 他们展开视频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两国签署防务协议 就是军事协议 这个军事协议是澳洲首次跟日本签署的 那对日本来说这是第二个他签署军事协议的国家 第一个是美国在1960年代就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 那么现在日本又选择第二个就是澳洲来签署军事协议 军事协议的内容主要是两国在房屋方面充分的合作 然后两国的军人还有武器装备 进入各自的领海领土都是没有任何的障碍 随便进入随便进行合作 然后进行一些突发的应急给予充分的支持 最关键的我们看到这叫做南北呼应 日本在面对中国的北方是在东海 那澳大利亚是在南方南北呼应 南方主要针对的是南海 所以南海和东海首尾给衔接起来南北呼应 对中共政权造成一个南北的一个假计的形式 所以说日本和澳洲呢签署军事合作协议 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 中国政权呢当然很不高兴 今天呢外交部的发言人已经发言了 说他们的合作呢绝对不要指向第三国 意思呢实际上你们的协议就是指向第三国的 你们这样做呢实际上破坏国际秩序 是在辱骂这个日本和澳洲 但是日澳的军事协议意义非常的重大 这也是四方会谈 这四个国家里面呢又心一轮的互相签了个协议 我们知道美国呢和日本呢联合发起的这个四方会谈 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 当时美国呢就鼓励啊不仅我们四个国家 经常进行军事演习 然后两个两个事件也应该签署 美国和日本早就有 那美国呢去年和印度也签署了军事协议 现在美国鼓励日本和澳洲呢在签署 那说不定今年呢日本又和印度也要签署 澳大利亚和印度呢也要签署 这样的话四方会谈这个框架 就会更加紧密的变成一个军事组织 而且要互相之间呢关系越来越紧密 铁的关系铁四角啊来对付中国政权 所以日澳结合起来南北呼应呢 对中国政权来说这个军事形势 现在是越来越危机了 那就澳大利亚来说 它的军事力量相对中国是比较弱一些 所以澳大利亚呢一定要寻求 其他国家的联盟帮助 去年呢他跟美国、英国签订了奥克斯协议 美国、英国帮助他来发展核潜艇 来发展导弹 所以奥克斯协议签订之后 那他的军力呢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那这次跟日本呢又签署军事合作协议 澳大利亚他的军事力量又得到了提升 澳大利亚本来呢他的军事力量是比较弱的 所以他一定要在其他国家的帮助下 军事协议下他来壮大 来应对中国政权对南海的危机 对南海的侵略和威胁 那么澳洲呢这方面非常积极 他的这个总理莫里斯就说他要召开扩大型的一个四方会谈 因为四方会谈呢对澳洲来说帮助很大 所以说现在中共政权呢他的这个比较强有力的敌人呢 除了美国日本之外还有澳大利亚 另外一个中共的禁敌啊就是台湾 台湾呢最近加强了军力 尤其成立了全民动员防卫署 在1月1号的时候正式运行 这个就是走向全民戒兵 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威慑 另外呢今天啊 蔡英文总统呢到了嘉义机场啊 在嘉义机场呢表演F16战机来拦截中共的凶机 那首先呢这些凶机啊在这个嘉义机场 这个跑道结局啊这个叫大象漫步啊 这个项目呢来看这个凶机的反应能力啊 然后紧急起飞然后到空中呢对中共的军机啊进行拦截啊 整个过程呢展示了台湾这个空军的强有力啊 另外呢这个F16战机也是美国最先进的飞机之一 那现在台湾呢紧急的订购F16战机啊 估计呢今年或者明年呢 他有新的EP66架F16战机呢很快就会晕倒台湾 刚才我们说的全民防卫动员署 他是在去年的12月30号啊成立的 蔡英文也去参加这个开幕仪式 那在1月1号的时候正式运行 那这个防卫署呢属于国防部下面啊 现在是120个人啊 就是他的行政官员有120个啊 人呢显然呢开始扩大啊 他主要负责的呢就是台湾的预备 那些退伍的金融啊 还有那些新招的这些军兴的这些大学生啊 啊还有一些这个军人的家属啊 把他们作为这个预备役啊 成立这个全民防卫署呢意义非常重大啊 它标志着台湾呢要走向以色列的道路啊 就是全民戒兵啊 然后呢你中共打过来的话 那每个男人呢起码都会使用武器啊 变成每个人呢都成为啊一个士兵 那这个计划呢以前呢啊台湾也在实施啊 但是实施的不理想啊 这次呢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整啊 比方说把这些后备役他们军训的时间本来是7天 现在改成那个两周 而且很多军训的项目呢也做了很多的调整 而且特别强调了这个军用物资啊 它这种调配啊就是一定要军民议题啊 这个方面呢中国它做得不错啊 它的军民议题啊早就几十年来 它一直在谋求在做 那台湾方面呢还有些落后 它特别强调这些后备物资像油 战争时候需要这个油 那加油站的问题 还有这个汽车 那还调动很多民运的汽车 还有各种的科技公司跟国防部之间的合作 还有医院啊这个医生啊这些 所有的这些军民议题啊 这个在台湾呢 现在刚刚啊开始啊 这是为战争准备的 因为战争爆发之后呢 那军用物资呢要源源不断的提供啊 仅仅军方提前准备的那些呢是不够的 还需要大量的这个粮食啊 食品啊各种的物资来用送啊 所以说军民议题啊来调配物资 这也是全民防卫署啊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成立全民防卫署啊 目的之一呢 还是要跟美国的国民警卫队要进行合作 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呢早就提出这个方案 就是说美国的正规部队呢 可能先不到台湾 但是美国的国民警卫队啊可以先到台湾呢直接谈跟台湾军队的这个合作 那台湾军队呢他成立了一个全民防卫东元署之后就是他的后备役跟美国的后备役啊进行合作 美国的国民警卫队呢现在有50多万人 他就是美国的后备役部队啊 有些退伍军人啊有些军人的家属啊 有些这个社区的一些啊喜欢军事的一些爱好者啊 把他们进行培训啊就像中国的民兵一样 有50万人 但这个50万人是完全有战斗力的 而且他们也参加过战斗 那按照美国的法律的话 那军人呢直接进入台湾的话 目前还不成熟 但是呢后备役国民警卫队啊 他就可以进入台湾啊 所以说强化两个国家的这样一种后备役的合作啊 是这个目前是非常合理合法 中国政权呢他会抗议 但是在法律上来说呢他也找不到把柄啊 因为这个后备役呢还不是严格的军人 后备役跟台湾的后备役合作呢 你还不能说啊是军人呢 就驻扎在台湾了 所以说美国的这个国民警卫队呢 会很快的呢进驻台湾啊 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高兴的事情 总而言之呢 习近平政权在国内他不断的镇压道行逆势啊 现在打着疫情控制的民意啊 把整个西安就变成一个鬼城啊 人为刀错我为鱼肉啊 老百姓呢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那些动物一样 随便他来进行处置啊 那么河南的宇宙呢 又变成下一个西安下一个武汉 所以中国人呢有受不尽的罪啊 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他自不量力 他肯定呢要对外扩张对外侵略 但是迎接他的呢 就是这些国家对他的打击 那这些国家像美国啊 英国法国这些运用核武器的国家 前几天呢也跟中国俄罗斯签署了一个 反对核武器的一个协议 那这个协议怎么看呢 这个协议呢实际上这些核大国之间呢 他们也知道啊 绝对不能打核战争 那一打核战争呢 集体完蛋 整个地球都完了 所以核呢只能作为一个威慑的东西 它不能真正的使用 所以核大国呢发表这个声明呢 实际上意义也不是太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使用核大战呢 就是一个自我毁灭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除了核之外 那其他的一些动作 他们肯定会有啊 就像这个俄罗斯他侵略乌克兰 就像中国呢一定要侵略台湾 当然这些都是常规战争呢 他们肯定会辅助实施 那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台湾呢 也要在常规战争的这个框架之下 对中共政权的侵略性的常规战争呢 也要做出反击 而且新年开始之后 这几个国家呢 频频有新的动作 那明天呢 两个重要的视频会议呢 一个就是美日的 再一个就是澳大利亚和日本的 这样两个视频会议呢 就会开始 然后呢 就会在军事上更加的团结起来 来对付中国政权 中国政权 它的丧钟呢 已经敲响了 好 今天我们的评论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